啊.. valabia 蠶麻的 之前有被問過 長地越野車能不能玩林道 如果想要買個便宜的二行程長地車 然後拿來玩林道會怎樣 可不可以啊 那我們今天來做個測試 騎看看 第一個困難就是 沒有電發 就是要踩的 還要拉給你 哇 剛才有動力不是開玩笑的啊 要走這裡 要怎麼過去 要拉你回去 要拉你回去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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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超難過 手沒有 手沒力了 避震器太硬 石頭超難跑 石頭超級難跑 另外一台呢 有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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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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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幹我一直 半裏 然後那個前輪一直跳 石頭那個太硬 我 你的還好嗎 我前叉真的太硬了 對啊 好 第二個缺點 沒有車住啊 要怎麼辦 那就只能 關掉油 然後把它 放著啊 不然呢 哈哈 一直抓不住 一直抓不住 不然他 他沒力 我就要半離合 不然他出力 我就 頭就起來了 你知道嗎 啊 我都一擋啊 這不太香啊 你的你的比較 然後那個低轉比較有力啊 我低轉完全沒有啊 所以一檔 一檔 我都是一檔啊 哈哈 對 這應該是那個差別 所以 長地車 跑林道好不好 再測試看看 好 來介紹一個 一個坡 一個坡 這邊是這個林道 比較難的一個地方 要走這裡 然後上坡的時候 馬上 左轉 左轉這邊 很多石頭 什麼的 喔這會很難喔 看這會超難的 我就看到我的前輪會翹起來喔 哈哈 然後這邊還有什麼 樹根 會很滑 會一直打滑 才可以上去 所以 到現在有什麼缺點 動力 太不平均 都是高轉 然後 電發啦 對 那個什麼 等一下還沒遇到 可是只有採發 沒有電發 那很難過 特別是如果 上坡的時候熄火了 那就悲劇啦 還有一個 沒有側柱 沒有側柱 也是很難過喔 怎麼裝 好像快累死了 這樣嗎 開了 現在路網 有在閃嗎 鋸 終於 終於 好熱 好熱 我這樣就累死了啦 靠北 靠北 哈哈 我就是說這種狀況 要怎麼發動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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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北 上坡熄火了 要怎麼發動呢 後輪放到這邊 靠北 靠北 這樣就不會往後滑 如果騎我的VR 我應該已經在上面了 我護目鏡開始起舞了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怎麼上去 要幫你嗎 等一下我先把車停停好喔 等一下我先把車停好喔 等一下我先把車停好喔 沒有車停好 只能這樣子 啊靠北 啊靠北 怎麼停啊 等一下 啊 啊靠北 啊靠北 差馬的 好吧先算了 好 ノ 哈 哈哈哈 你前輪 哈哈 哈哈 哦 耶 哇 直接孤輪上去喔 哈哈 哈哈 !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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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啊 高高 高高 高高高 幹,這有一點血耶 有一點血耶 怎麼辦 等一下喝喝喝 可能要往後退喔 這 這我也挺不住喔 我是看看能不能推上去 沒辦法 推不上喔 要下去,對 因為我這邊發不動 啊 對啊 靠北 停不住 這我煞車是 站住的 完全停不住耶 我讓你遊戲都流走了 對啊 我這裡如果有電發,我電發就上去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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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rby